每天爱自己一点点,轻轻松松治病 欢迎大家收看《简单爱》 这一期给大家讲解的是 心情压抑、紧张、焦虑、强迫症 用爱修升起心中的太阳 现代都市人或多或少的 都会有心情压抑、紧张、焦虑、不安 这种症状源于我们现在太多的欲望 所以在《黄帝内经》里面讲到养生的时候说 甜旦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正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因为欲望太多 所以我们变得压抑、变得不安、变得焦虑 那怎样升起我们心中的太阳 驱走我们心中的阴霾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穴位叫淡中穴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淡中穴在哪里 淡中穴在两个乳房之间正中这个地方就叫淡中 两个乳房之间正中这一点叫淡中穴 那么经常地揉按这个地方也能够缓解心情压抑、焦虑、紧张 怎么揉就用你这个拳头 把它微微握拳 用指关节 然后上下这样搓揉 每天200下 除了我们上下一定要达到1到200下 那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 可能效果就没有 那么每天用这样的动作上下来摩擦淡中穴 那么我们还有用爱揪 依然是点燃爱条 爱条点燃后 然后放在距离淡中穴两到三厘米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进行回旋揪 当你把爱条放在这地方的时候 就有一股暖洋洋的火力通断到你的胸腔里 你一定要试一试 这种火进到你胸腔里 你感觉是那样的舒服 当回旋揪结束以后 建议大家沿着任脉的巡行 再做往返巡腹的巡经灸 然后将爱火 透入到我们的腹腔和盆腔 驱走我们腹腔和盆腔带来的郁郁 好 循环灸 回旋灸 巡经灸 大约10分钟到20分钟即可 那么除了淡中穴 我们还有一个质阳穴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质阳穴 质阳穴在我们的后背 质阳穴在第七颈椎下边 那么怎么找质阳穴 我们两边都有两块骨头 叫肩胛骨 肩胛骨 找到肩胛骨的下尖 下脚 然后化成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的终点就是质阳穴 我们依然是把艾条放在质阳穴上 放在质阳穴 距离大约两到三厘米的地方 也同样选择是回旋灸 然后雀灼灸 爱灸质阳穴 的确能让我们心中升起太阳 质就是到达的意思 阳就是太阳的意思 也就是爱灸质阳穴 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的太阳来了 那么这个穴位 爱灸十分钟即可 那如果没有人 旁人给你做爱灸 依然选择爱弹 把艾条点燃 放在你的质阳穴上面 那么大约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除了爱灸 弹中穴 质阳穴 两个穴位非常好找 那么弹中穴就在我们的胸的前边 质阳穴就在我们两个肩胛骨下角 画一条线 在它的正中非常好找 那么大家可以用简易的爱台给大家爱灸起来 除了选择两个穴位 我们还有一个能够驱散心中阴霾的穴位 叫大包穴 那么大包穴在哪里呢 那么大家把夜窝伸起来 在夜窝下面画一条直线 然后转住你的拳头 我们每个人找爱灸的时候 你自己的手的位置 以及你自己手的尺寸是最合适 然后从夜窝 大约两个拳头 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 大约是这个地方 这边也同样在这个地方 用两个拳 然后旋转大包穴 旋转 用点力顶住大包穴 旋转大包穴 然后再用我们的掌根 用我们的掌根 从大包穴一直往前推 大包穴往前推 如此往复十到二十次 然后经常做这个穴位的时候 女性经常做这个穴位 还能够疏通你的肝经 疏通你的脾经 然后呢 我们很多女性 有乳腺增生 经常疏通大包穴 乳腺增生的块块 也能够消失 那么乳腺增生 也是因为心情压抑焦虑 工作太紧张的情况下 然后造成我们乳房 节节升起 所以经常做这个 暗揉这个大包穴 然后能够起到 缓解我们疾病的症状 如果爱揪 蛋中穴 质阳穴 然后暗揉大包穴 您都先麻烦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泡脚 泡脚的时候 里边放点米醋 滴几滴米醋 那么醋 有软化血管 消除疲劳 缓解紧张焦虑心情的 这样作用 简简单单爱揪 轻轻松松续病 谢谢大家收看 简单爱